欢迎关注剧不一样,我是小喵,今天讲一部巨石强森的灾难片末日崩塌,肌肉男士洛杉矶消防局的一名救援直升机驾驶,虽然工作中值得信赖,但却无法挽回他失败的婚姻,原来在一年前,本来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去漂流, 但一个意外,让小女儿溺水而亡,肌肉男一直无法原谅自己,将自己封闭起来,他不敢面对妻女,整日活在愧疚里,眼看肌肉男一直疏远自己,妻子阿美也对这段婚姻失去了信心,于是他选择和肌肉男协议离婚,此时一个成功商人乘巡而入,一番甜言蜜语,扶平了阿美的丧女之痛,也很放心地让大女儿小美都跟成功商人接触下增进感情, 话说另一边,加州的一位大学教授研究出一种地震模型,数据显示不久会发生一场超级地震,但并没有人把这个预测当回事,教授的同事在内华达州正在做测试,结果亲身体验了一把百年不遇的大地震,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,媒体这时才开始重视教授的话, 但以为时已晚,很快一波强震袭来,大厦轻浮,桥梁断裂,还有伴随而来的超级海啸,所有人措手不及惊慌逃命,一对老夫妇眼见铺天盖地的巨大海啸,呼啸而止,两人深情相拥,此刻的眼中只有彼此,肌肉男驾驶直升机, 在大厦即将倒塌一刻,救出了自己的妻子,但小美就没这么走运了,成功伤人丢下他自顾自的逃命去了,而自己困在了被石块压扁的轿车里,鱼震不断,更多的石块掉落到车上,危机时刻幸好被一位理工男和他的卷毛弟弟犀利救出了小美,好在小美受父亲的熏陶,懂得一些自救的方法,跟父亲取得了联系,约定好在最高的建筑物中等待父亲救援, 终于夫妻的远远的见到大厦中的女儿,可就在小美认为很快就会得救的时候,大厦突然下线,洪水立刻灌满了大楼,小美被困在房间无法出来,房间的空气很快被海水挤了出去,肌肉男拼了命就出了失去意识的小美,他不想再让历史充演,在肌肉男一遍一遍的心肺复苏下,终于让小美醒了过来,劫后余生的一家人相拥在一起,看着被地震,海啸肆虐过的城市, 感慨万千,夫妻俩和好如初,小美和李公男也得到患难真情,经过这番磨难,让他们彼此更加珍惜自己的挚爱,这部电影场面震撼,特效逼真,是强森的一部可多得的代表作,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,我是小喵。